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天晚上来花园夜市了 花园夜市这边看起来还蛮大的耶 然后它每一个摊位都有那种超大的旗子 好特别哦 好多人呀花园夜市 而且好大哦 好多人天呐 台北口味地瓜球 有没有台南口味啊 口袋棺材板 诶有人说棺材板 好吃哦 要吃吗 我选了龙虾沙拉的口味 你之前有吃过 你之前有吃过棺材板吗 我没吃过诶 我之前也没听过 然后这次来台南找好吃的时候 才发现有个东西叫棺材板 没事啊你说啊怎么了 我饿了 我真实的感觉到我饿了 我买了一个绿豆一个草 点了一个鸭血加肥草 终于有位置了 地瓜球 你买了什么地瓜球 两个 台北地瓜球还台南地瓜球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般的诶 试一下 怎么样 这个有点硬诶 哪一家的 就是前面那一家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家什么 爆马仔是不是 这个地瓜球有点硬 诶你也错啊 可以错着点 诶不过他这个蛮小份的诶 因为我买了最小份的 20块 怎么样 我觉得汤还蛮好喝的 你吃一下肥肠 觉得非常好吃 等等我还想吃个鸭血 好 逛了一下午奇美博物馆 好累哦 什么笑什么 你又笑什么 嗯 这个很累 但也很能逛 奇美博物馆我们 逛了一个下午都逛不完哦 是第二层 第一层我没逛 我先去逛了第二层 因为我觉得第二层 我可能会比较感兴趣一点 乐器展和那个 艺术展 艺术展 特产我们逛完 嗯嗯嗯嗯 我说的是那个 什么兵器 还有动物的 是吗 第二层逛鱼最多好吃 但是 东西很多 基本也都是 有马观花 看一看 鸭血还挺嫩的 来先坐 都可以 诶 怎么样啊 我突然看到它有种核欸 对啊 它刚刚就是有 有鱼蛋加肥肠的加鸭血 你是不是想要鱼蛋 没有 其实我也没有很爱吃鱼蛋 丸子类的都还 我发现台南就是 很多店 周修都好像有个两三天 嗯嗯 而且它的夜市哦 它的夜市好像还不是每一个 天天都有开的 像士林夜市啊 就有天天开 然后 网友告诉我说 我有告诉你吗 鸭血好好吃哦 嗯 怎么还不错 网友有告诉我说 因为台北的夜市是有 政府来管理的 那台南的夜市是民间自己组织 经营的 所以可能比较 一晚再玩一个家庭 准备一点吧 冷汁十公斤 嗯 我还学会了一个什么 口诀还是什么 一句话 大大五花大五花 那台南三个夜市 大东夜市 武圣夜市 还有花园夜市 这三个夜市很有名 而且应该也是游客常来的 那大大五花大五花七个字 刚好就是 这三个夜市的营业时间 还蛮好玩的 像大大五花 大五花 这汤有点小辣 嗯 还是有辣的 吃一下棺材版 我已经吃完了 嗯 今天这个试制好安静 一句话都没讲 一句话 突然想 我都谢谢他有回答我吗 好像有吧 但很少声欸 没有 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 一般我们是有问一下 是去花园夜市 他也没讲话 然后我就 反正应该是 然后我也没有问 然后 他真的一句话都没有讲 如果 出来玩要聊天 打车的话 一定是打计程车 就是那种 像昨天那种司机 肯定会跟你聊天 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聊天有点负担 那你可以 简单回一下 他可能就会知道你不太想聊 因为可能开 是的时候讲两句话 嗯 其实是需要的 但是后面没讲话 他就可以了 那你是不想聊天有什么种 我买了这个棺材吧 还蛮好吃的 但是那地瓜球就感觉好像不是现炸的吧 不是 所以比较凉 比较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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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这种程度 看来有人推荐 不计排骨酥 好香喔 哇 你要吃什么 诶 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像糖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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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看一下 再买黄金虾球 这正常的是多一点 多一点 我加了超多美乃滋 他还送了我两个薯球 一份150 吃一下 好了 吃麻糬丁 热热的捞上来 然后滚一滚 然后滚一滚 他剪得好吗 没有 原来他们营业时间是这样的 就是 每一天都在不同院士跑欸 买了一份抹子冰 他就把热热的抹子捞上来 然后去滚一滚 下面是冰淇淋 中间是抹子 上面是 上面是芋头 尝一下 如何 好吃吗 嗯 点了两杯 芋奶 这一家店好多人来喔 然后 也是小的 也是小的 只要两次了 还有大的 我们从夜市带回了一些东西回来继续吃 这个是刚刚没吃完的黄金虾球 我还蛮喜欢吃虾的 所以我觉得它味道还可以 它可以选两种的酱料 一个是可以加胡椒还是黑椒 还有就是加美乃滋 我是选择加美乃滋 而且我叫它挤了挺多美乃滋 但是里面的沙好像 嗯 味道比较淡一点 大部分是美乃滋的味道 一份 150吧 然后买了一杯绿奶茶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泰国绿奶茶 我很喜欢吃甜的 然后如果不是那么喜欢吃甜的 可能会觉得它太甜了 它里面有加炼乳 我觉得是好喝的 然后有那种清香感觉是加了一些花呀 什么东西的 两个大幅 一个芋头味 还有一个红豆味的 当做甜点 还有买了一家什么二师兄的卤味 好多人在排队哦 就是卤味买了鸡爪 鸡翅 鸟蛋 还有鸡蒸 它这个卤的也太黑了吧 怎么了 太黑了吧 对 你的鸟蛋 给你放一下 现在我要试一下 试一下这个卤味怎么样 还没吃 你不觉得真的卤的很黑吗 那好像确实有些 什么山东鸭头 还是什么那种卤味的 东山鸭头 哦 我这么尴尬的时候 对东山鸭头 它也是很黑耶 真的啊 黑的是酱油还是黑糖 还是什么 你有吃过吗 东山鸭头好像吃过 别人买的 没 你自己买过 我好像没吃过 我不敢吃鸭头 不是不是 它叫东山鸭头 但它里面其实就是卤味 各种卤味 也有鸭头也有鸡蒸什么的 我觉得鸭脖蛮好吃的 大半夜的就是这个人没有带身体乳 他还非要去便利店买身体乳 你现在装扮得很 我昨天说台南都休息得很早 有一部分讲错了 他们的夜市 就是还蛮热闹的 到了很晚好像都还挺热闹 太远了 太远了 人家白糖果 人家白糖果 那就都各来一个吧 刚刚吃的那个猪油飯饭 感覺還行吧 它那個飯感覺有一點硬 然後我在路邊不是買了 林家的那個白糖果 現在來試試看好不好吃 這個白糖果 熱熱的 脆脆的 很好吃耶 是我的口味 好吃 我以前沒想到 這個果還能這樣做 它就是炸好了 然後外面都裹著一層白糖 超好吃 現在吃了這個番薯 然後做法跟剛剛那個白糖果感覺有一點像 就是也是用炸的 然後外面有果 一層白糖 但我覺得白糖果會更好吃一點 這個番薯碰第三個字是叫碰嗎 就是它有點像我媽媽在家裡做的那種地瓜球 但是我媽媽她做的那種地瓜球跟台灣的地瓜球不太一樣 就是台灣的地瓜球它是空心的嘛 然後那層皮比較Q 我媽媽在家做的地瓜球跟這個番薯碰差不多就是 是食心的 就是 林家白糖果的三種 東西 它的做法 就是都是 這個是芋頭餅 外面都是有包一層白糖的 我剛剛吃完那個林家的白糖果 它的排名就是 因為我三種東西都買來嘗試了一下 它不單買的 我覺得在我心中白糖果是第一名 跟我們碰第二名 芋頭餅第三名 全偉家的冰淇淋 好像很多人買耶 小影突然身體不舒服 把她送回去休息了以後 晚上和都喜歡五月天的朋友去夜市啦 今天來大東夜市 這裡人也是好多好多 好可愛喔 豆乳雞 它蠻特別的 所以買一份嘗嘗嘗看 買了一個旗魚黑輪 然後這是什麼 豆乳雞 還有 草莓 草莓糖葫蘆 還有豬心湯 找了個位置吃一吃 這個旗魚黑輪還蠻好吃的 就是剛炸出來是熱熱的 而且 剛剛那個老闆就是 我感覺有一點點兇 你有覺得嗎 它有點兇 它就叫完全自住式的 可能是他們很忙吧 然後就說 錢放在那邊自己找錢 然後拿這個吃的袋子啊什麼 也是完全自住式的 那個 好像講的和你們那邊很像 喔對 我來台南那時候發現喔 這是我朋友 然後 他也喜歡五月天 然後他帶我來 大家都夜市逛一下 他剛剛就是跟 麥剉冰的阿嬤講那個 米南語的時候 然後我發現感覺 就是 跟 泉州的腔調有一點像 就是 比台中台北的 還要 還要像 嗯 對 然後他剛剛就說什麼 就是 台北在講台語 可能比較 然後 我就聽不懂 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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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 這個詞勒 然後 那是什麼意思啊 勒 勒 噔就是 勒 勒 對 勒 噔 到底是不是勒 噔還是勒 勒 勒 噔 噢 勒 噔 就是 欸 他的意思就是說 講話起來不太順口 嗯 的意思 就 那他有 國語的形容詞嗎 欸 國語形容詞 這樣突然講我 解釋不出來 反正就是 如果 聽得懂台語的 就會知道勒 這兩個字是什麼 但是我發現中南部的就是 是不是比較喜歡講閩南語 然後我在台北 就是好像大家都比較 講國語 對 就講 平常時習慣 然後我台北的朋友們 就是我本來想錄一集 閩南語特輯 然後就是 台灣的閩南語跟 大陸的閩南語相比 有什麼不一樣區別 然後我想邀請他們 就是跟我一起來玩一下 結果他們 就是說自己的 台語不太好 當然我的閩南語也不太好 因為我小時候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那邊好像 當時有一個政策好像當時台灣 也有這樣一個政策就是說 不能說台語 對對對不能說閩南語 但是我們好像沒有特別硬性的規定就是 提倡說 以前在我 父母的那個時代 你只要在學校上課說 那個閩南語 就會被罰錢 我朋友上次看了一個什麼台劇 裡面也是講這樣的故事的 好少文那個嗎 火蛋大兵 好像是 還要刮一個牌子 你怎麼知道 因為以前就這麼演 然後我小的時候就是 我幼稚園的老師 從那時候幼稚園開始 他就是跟 好像有跟家裡說 要跟小朋友就是講普通話 對對對普通話 然後小學也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從小的時候 在家裡我爸媽都是跟我講普通話比較多 包括現在 欸我突然想到有個詞 你知道嗎 阿幫阿 聽不懂 就是 那我翻譯成國語阿北仔 你知道嗎 就是 嗯 因為 但是這樣這個 這個詞語其實有一點點 感覺有點不好 或者是歧視 因為 像我們那邊 泉州阿 會有外地的人 或北方人 過來 這邊打工 然後我們就會把那些 外地人北方人 稱為阿幫阿 阿北仔 然後我因為不太會講閩南語 我同學朋友之間私下也都是講閩南語比較多 他們就會說 你怎麼閩南語不太好 然後他們會叫我阿幫阿 就是 欸 平常史比較沒有在講台語 所以 的人就會這樣形容 還是說 對我講不太順 因為我平常只有跟我阿公阿嬤才會講到 然後我跟我朋友交流也是 講普通話比較多 那你跟你朋友呢 應該講台語 我講台語 欸 但我覺得你就是 不管是國語還是台語都是很順耶 因為 我平常史就是 國語台語都會講 嗯 然後就是 如果那個人 我會看 如果那個人 台語講得比較好 我就會用台語跟他講 然後如果 但是你現在是跟我講國語 我就會用國語跟你講 喔好 謝謝你喔 普通話 謝謝你喔 謝謝你喔 沒關係 謝謝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